同学们大家好 老师叫纪彦玲 然后呢我们的班级有P3B和P3G P3G就是上午班从7点30到9点 下午班是P3B是2点20到2点 然后呢今天就是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 今天是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 今天我们来上第二课 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 第二课我的朋友和家人 现在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翻到第14月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翻到第14月 你将等我可能还能用吗 复习 然后呢打开课本翻到第14月 这里就是我们的第14月 第二课我的朋友和家人 他说过五关认识新同学 然后向大家介绍他 他说呢过五关什么是过五关 然后呢向大家介绍他上次在巴黎 我们已经介绍好了对吗 我们已经介绍好了对吗 第一关我们来看第一关就是打招呼 什么是打招呼呢 打招呼跟人分别 打招呼就是当你看到老师的时候 你们会说老师早安 或者你好老师对吗 如果你们看见你们的朋友 那别人可以被朋友 招呼跟人分别 招呼跟他 哈喽 如果嗨 这种的意思我们叫做打招呼 第二关 第二关呢就是问姓名和年龄 关于问姓名和年龄的事 可也被问姓名还有年龄 就在的时候 什么 跟你还能有 你叫什么名呢 然后你今年几岁对吗 我看见你叫什么名 然后今年几岁呢 然后过了第二关 然后到第三关 就是看外表 看外表的意思呢 就是她的头发 眼睛 她的脸 然后她长得胖还是瘦 个子高还是矮 外表的话呢 外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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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她的头发长 有些就是头发短 对吗 然后呢 有些同学就是脸圆圆 有些的同学就是脸方方 对吗 然后呢 接下来 就是 长得胖还是瘦 个子 个子的意思就是 她的个子高还是矮 个人也比较高 不过 她如果她 不过 人也认为她 她的个子高 不过 人也认为她 她的个子矮 然后 如果她 长得 人也比面 不过 人也认为她 她长得 不胖 也不瘦 然后 如果她 个子 人也比不高 人也认为她 她个子 不高 也不矮 然后 到第四关 我们到第四关 就是 问爱好 或长处 问爱好 或长处 的意思呢 就是 例如 像 你会问你们的同学 别开眼 不过 结束 别开眼 你喜欢什么呢 那 你喜欢做什么 你喜欢什么 动物 你喜欢什么 动物 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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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就是到 第五关 我们有 第一关 第二关 第三关 第四关 第五关 到第五关 的话 就是 找几个 你和同学 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的意思就是 例如 你们的头发 卷卷的 少跟娘 如果 你的头发 就是 直直的 少跟娘 或者你的 个子 不高 也不矮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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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你的脸 不 不 如果你 喜欢 一样的 颜色 也可以 主要 就是 相同的地方 怎么看 就 不 可以 接下来 我们来看 会说笑话 开心 过 开心 过 会说笑话 就是 也 在 个 批 我们就说 会说笑话 开心 过 开心 过的 意思就是 等一下 老师会 开给你们看 然后 接下来 能干 好 帮手 能干 好 帮手 的意思 就是 你们看到 老师拿东西 那边的人 可以 然后呢 你看见 这样的话 你就赶快 过来 然后告诉老师 老师 老师 我帮你 这种我们叫做 好 帮手 写字 写得很好 跳舞 跳得很棒 讲故事 讲得很有气 好 接下来 你们打开到 读一读 读一读呢 他姓陈 名叫文森 长得不胖 也不瘦 他姓陈 就是 过的 勾 姓 就是 的勾 然后 名 就是你们后面的 名 例如你们姓什么 他姓陈 名叫文森 他的姓名就是 陈文森 长得不胖 也不瘦 他姓李 名叫小玉 个子不高 也不矮 文森 又懂事 又能干 是老师的好帮手 小玉 又聪明 又可爱 是大家的看法 开心过 这个就是开心过 你还用好他开心过呢 这个 不然你用好他快不开心过 黄叔叔唱歌唱得很好听 林阿姨讲故事 讲得很有趣 我爱阅读 我的大表歌 我的大表歌 我的大表歌名叫乐冲 就是快乐 聪明的意思 头发卷卷的 身体很强壮 他在猪年出生 大家都说他都说他很有福气 他喜欢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 我都不会回答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只能向前走 不能向后退 然后呢 我这里呢 就是卡通歌 动画 对不起 就是动画 歌 他说我的大表歌 他有一个大表歌 名叫乐冲 他的乐 就是快乐的意思 冲 就是聪明 然后他的头发呢 卷卷 身体很强壮 强壮 就是人 他在猪年出生 这个叫做猪年出生 大家都说他很有福气 福气就是 名什么呢 又叫他福气 他喜欢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 我都不会回答 什么东西 只能向前走 不能向后退 那等一下你们来告诉老师 讲得点 OK 我票老师 什么东西 只能向前走 不能向后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爱阅读 我的大表歌 我有一个大表歌 他姓陈 名叫乐冲 就是快乐聪明的意思 大表歌 今年21岁 比我大12岁 他的脸方方的 头发卷卷 头发卷卷的 个子高高的 身体很强壮 大表哥是姑妈的儿子 妈妈叫他大福 叫我小福 姑妈为什么这样叫我们呢 因为我们都属猪 小时候 小时候都长得胖胖的 姑妈说我们很有福气 就给我们起了这样的小名 好 这里就是我的大表哥 等一下我们继续 并非 小时候 Stephanie